吉安乡公所在代表会支持下 年度固定边内预算投入排水沟新建及改善工程 今年更获得多位议员和代表的建议款溢注 开启了乡内四处排水沟改善工程 以县乡协力打造适性宜居的吉安家园 吉安乡公所在代表会的支持下 年度固定边内预算投入排水沟新建议改善工程 而今年更获得多位议员及代表的建议款溢注 开启乡内四处排水沟改善工程 吉安乡长游淑珍日前 也特别在检测课长吴英玉的陪同下 会同永安村长郭仁天 共同悉心检视永昌街新设排水沟面的检测细节 针对华年县政府交通设施的一个 维安红绿灯的建构 必须要由我们来承担起地方协力 所以我们做了避车道会车道的一个建构 谢谢议员代表会以及我们 自筹款的这样的一个协力 进行了四个地方 总金费196万来建构 让我们在农田水利署 逛盖沟的上面 加上排水沟盖 以及做好了排水良善的设置之够 带来乡亲行的安全 跟我们地方维护的工作 我们相信从中央从县级到地方 这都是我们必须要携手协力 来保障乡亲生命财产安全 行的生活的一个空间的维护 此外游淑贞也感谢乡亲 在村林相弄中提供乡公所生活上的建言 同时也要代表中央县府 县议会及代表会对地方建设的重视 在经费上予以大力支持 乡公所也会积极克服瓶颈 争取预算立出吉安乡 适性宜居的环境更加圆满 记者徐丽晴吉安乡报导